如何協助解决国道客运路线营运上的困难 让基隆市通勤民众可以有更便利的国道客运可以搭乘 是立委林佩祥选举前以及就任立委后的首要证件和目标 而在担任立委100天左右 就争取到交通部补贴国道客运运价和票价 很高兴在就职的100天之内 佩祥就顺利跟交通部争取到了我们基隆到台北 还有从桃园到台北 在总理陈述50公里以下的国道客运 他们不只他们的运价会有补贴之外 他们的票价也会有大幅度的补贴 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我们所有国道客运的业者 会有足够的钱来请司机跟调长司机的薪水 然后这样会能够迟迟的帮我们的班次大幅度的增加 而他们的营运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受损 甚至这样讲本来经营不散的国道客运都会因为这样 而去把这些本来的路线再去做体质上的调整 然后来去加班次 让我们所有通勤好朋友能够未来有多一点班车可以搭 另外林佩祥也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临时提案 松绑国道客运的法规限制 包括公路法以及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 将能够有效解决国道客运路线营运困难的问题 包括基隆的9026客运问题 林佩祥强调使命必达说到做到 另外一方面佩祥也在这100天之内加速通过了我们这个松绑国道客运的法规 在临时提案里面 这个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说 我们会想办法让县市政府 不管是基隆市桃园市还是台北市新北市 如果他们有钱有意愿 他们可以来协助这个国道公车的营运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9026运运 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夏天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良善的运行 所以 使命必达 心不辱命 林佩祥说到做到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